所以一般受戒学律 听教看经 参宗作禅 这个是讲到我们修行 当然在三宝当中主要是激功累德 激功累德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 有些人他欢喜受戒学律 以持戒来装严自己的身口意 戒波罗蜜的功德 有些人听教看经 以止观来装严自己的功德 有些人他是参禅 参宗作禅 那么当然这三个法 都是佛陀跟历代祖师所传下的正法 都是一个广大的资粮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资粮 会因为我们因地发心的不同 会出现不同的果报 这以下有五个差别 但家带利明心 便是三图种子 说我们在持戒 或者是研究教理 或者是修止观的时候 我们的存心是为了名利 我希望我这样的一个造作 能够在我今生当中创造广大的声明 得到很多的力量 那么 这个时候你依止这样的心境 去持戒 看脚 参禅 这个时候是一个三图的种子 地狱 恶鬼 畜生的种子 利明心它本身是一个烦恼的心索 你依止烦恼的因缘来持戒 依止烦恼的因缘来修止观 那么所有的善法 它就加持在这个烦恼的境界上去了 在律上说我们因地发心不正 不发菩提心 发世间的名利心来持戒修复 那么这个持戒修复的善法会因为你这个染污的胎育的烦恼所染污 那么你这个果报未来是在三恶道 你可能到畜生到做一只牛羊猪狗 那么在牛羊猪狗当中享受那个粗恶不净的饮食跟自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阴地的时候你依止的发心是染污的 所以你就在这种不净的地方得果报 就是这个意思 但执着取向 便是人天魔外种子 前面的修持它依止的是烦恼 那么这以下一只的邪见 对一切法有一种自性见 执着取向 比如说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念佛应该是要追求的是一心不乱 感应道教是以一心不乱的功德做基础 但是这个念佛人整天就是向外攀缘 老是想见到佛像 见佛的现前 印光大师说 你这个念佛啊 你内心当中不能向内去掉伏你的散乱心 一只攀缘心来念佛 念佛就是想要看到佛 看到极乐世界的出现 那么这样子呢是人天魔外种子 这个主要的就是一种邪见 不能把一切法会归到一念的心性 一般这个喜欢感应神通的人 这种种性 他下辈子容易变成鬼神道 好一点的话呢 不破戒 就是佛教的护法 如果是破戒的话就到魔道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他内心当中 没有医治一个正法 心外求法来修行 但一味处理生死 便是二成种子 前面两个发息一指 烦恼跟邪见 那就在三界里面得果报 杂染的境界 这一下是清净的法界了 但是这个清净的法界 一味处理 他就是灌三界如牢狱 是生死如冤架 但妻自度 不欲夺人 一心一意的 只是要追求出世的涅槃 那么这样子 变成了一个二成的种性 但据真实自觉觉他心 便是菩萨种子 能够有这个自觉教他 自觉主要是一个自立的功德 为了上求福道 同时有大悲心 不忍众生苦 不愿圣教衰 下化众生 那么这样子是菩萨种子 前面的一味出离 他这个心是心境 但是呢 发心比较小 真实自觉觉他心 他的发心比较大 自立立他 看第三 但从自觉胜去 光明发挥 彻其原底 共回向净土 普与众生同登极乐 便是无上菩提种子 前面的菩提心 还是一种世俗菩提心 他还是在这个有香的境界分别 这以下的菩提心 是圣意菩提心 他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他是怎么回事呢 自觉胜去 光明发挥 彻其原底 他从自立的角度 能够从一念的心性 从有香的境界 往自觉胜止 自觉胜止 就是我们一念的清净心 上去入 就是摄用归体 那么从立他的角度 又能够以一念清净的光明的西一体启用 发起大悲心 总之呢 彻其原底 能够回归到一切法的本源 然后呢 共回向净土 普与众生同登极乐 便是无上菩提种子 自觉胜去 光明发挥 就是菩萨行者 他读诵大成经典 他能够解第一异地 他能够明白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 我们一念的分别心啊 当然在作用上有各式各样的差别 这个人贪反恼重 这个人称反恼重 这个人不失的善根强 这个人持戒的善根强 但是 当我们把这些差别的作用 都把它剥开来 然后 把一念的心性 会归到他 最初那个明了的觉性的时候 那种儒的境界 跟佛那个儒的境界 是无差别的 他从这个地方 体悟到以后呢 开始去发菩提心 有一天 弥勒日巴尊者在说法 说法的时候 当然 他为众生说法 主要是人类啊 为他的弟子说法 刚好有一只小狗走过去了 这个时候 他马上停下来 为这只狗加持 走了以后 弟子就说 师父啊 他是一只狗 您为他加持有用吗 弥勒日巴尊者说 你们看他是一只狗 就是凡夫眼睛看到 就是一种外表的因果的果报像 弥勒日巴尊者说 我看到的是他的佛性 看到他现前一念心性 跟诸佛那种极空极甲集中 那个儒的境界是没有差别的 我看到的是他现前一念心性 所以说呢 前面的 但具真实自觉觉他心 这种世俗菩提心 经过般若波罗蜜的引导以后 他就能够提升到一种自觉胜去 光明发挥 彻其原底那个平等的大悲心 这个叫圣义菩提心 我们持戒 听教 或者坐禅 就是你这样的善法 因为你不同的发心的引导 你未来的果报 就有这五个差别 我们现在在研究 百法明门论 百法明门论 那个别境 那个欲 欲 圣解 念 定 会那个欲 欲就是一个希望 这个心锁是很重要的 在维时学上说 我们的心念当中 每一个念头 不一定能够创造坚定的业力的 不一定 那么 什么样的业力 对我们的生命 有决定性 有主宰性呢 就是由这个欲 由希望所引导的业力 这样子的业力 是很有力量的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去外面 随便的一个善法 慈善事业 有因缘 我们就做了 这样的慈善事业 不一定马上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 发挥重大的作用 但是 假设你心中经常有这样一个希望 由这个欲的引导 去造作深口意的时候 这个业力就很大 那么这以下五种的发心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前面的两类 它这样的一个做法 主要的是追求 心中的希望 就是五欲的境界 就是这个世间的彩色明时睡的境界 五欲的境界 它希望 为什么持界 为什么听经 为什么修止观呢 它心中希望得到的是世间的五欲 那么第二种 它心中的欲是一种偏空的涅槃 追求一种出世间的涅槃 这当然更殊胜了 那么第三种 这个菩提心啊 它心中的希望是无上菩提 所以说呢 三种不同的希望 它引导这样的善法 就会趋向于不同的果报 大方向有这样三个差别 这是你的 和我一般认为 它被造成了 三种方向有实力的 再往三种方向有这样的 就是我的 这种魂以为 大方向有发生的 下方向有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